我們接下來以保存臺灣裝飆史料為前提的修復案例 來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這個是臺灣博物館的北白川的書法作品 它的修復前後的比對圖 它被收藏起來的時候 其實是掛軸形式 可是天干地干都已經被切掉了 要保存修復它的這個做法就是 我們並沒有把它整個裝飆把它給拆掉 因為你整個裝飆拆掉的話 它那個料子會在裝飆的過程裡面 它會變大變小等等的 它其實不容易維持它原來的尺寸跟它的這個 特別是尺寸的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在修復的這個過程 不拆解裝飆跟劃心 不要把它拆開來 一起做的這個方式 那是接掉它的舊錶 然後再裝上折條 然後再覆背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就是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因為要去保留它的這個裝飆形式 或者是它原來的這個歷史資料 我們用了相當多重新複製的這個辦法 用各種不同的複製的辦法 去模擬 去模擬那個舊的這個料子 這個是一個濕織品 這個是它在撤繪它的這個圖案的樣子 然後重新把它織了一塊出來 因為它上下的料子被裁掉了 這個是修復前 這個是修復後的一個比對圖 這個也是整體的一對圖 好 那在日治時期的台灣 還經常有看到 除了我們剛剛說的那個紙裝表 各種不同的 各種不同的很漂亮的這個紙張的這個裝表 然後之外 還有一種料子叫做千通 那千通這個是一個音譯 那個日文念作的仙姿 那千通 它其實很特別的一個做法是 它把紙 它把紙先去裁成一些細條之後 再把它織成布的樣子 那所以它其實是紙跟絲線一起織起來的 你也可以說是一種紙布的概念 那這個千通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也非常的流行 那這個也是台博的收藏 那這個是用千通做的總督府收藏 各位要看的就是這個料子就是千通 比較出的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上下直的一條一條 這個都是紙條 被切出來的紙條 然後再跟這個細的絲線織在一起的結果 所以它其實這個其實是紙 那它的透光的這個效果給各位看一下 你就可以了解 這個扁扁的比較粗的這一條 這個是紙張 這個是用紙去一條一條切出來的 這個是原來的舊料 這個是新的料子 我們為了要來修這一張再去日本找出來的舊料子 那細的這個線再把它給織在一起 那這個千通這個料子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也很流行 那在中山堂移交畫作 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收藏的這批作品裡面 就是台北工會堂的這個裝飾畫裡頭 就大量的使用了千通的料子 就是它的這個四周邊就是千通的這個料子 那這一批作品也是我修的 那我們就把它盡可能的都給保留了下來 哪怕它已經有一些髒污等等的 我們還是盡可能的把它留下來 因為它希望這個是為了要做歷史資料的一個概念 把它給留了下來 這些都是它破損的一些情形 那它的這個 有的各位可以看到這些花紋 那個是有提花 然後有的是沒有提花的這個情形 那在這個在它後面有貼 在它後面有貼著這個一個小的紙片 那這個小紙片我們在修復的過程裡面 也都盡可能 也都完全的沒有去動它 因為這個跟剛剛介紹那個張禮德河的書法作品 上面那個國華街西順堂的印章的時候 其實你又可以看到一個 那個時代移轉政權轉變的一些訊息 那比方說呢 這個保管番號 它還是用番號的這個說法 那番號其實是日文 它不是中文 那品名不一定 但是品名日文也是用品名 但是購買年月日 這裡各位 它就出現了民國這個單字 那放置地點 就也是很有趣 食堂跟別堂 這個又是日文漢字的這個說法 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 就是在那個時代交錯的這個時期 這個一些混用的一些情形 那這個木板後面 有一些日文的這個註記在裡頭 那本來在修的時候 其實也有過幾個討論 就是說只要修化芯就好了 旁邊那個都太髒太舊了 那也破得很厲害 也有不見的 那如果說我們只要修化芯 然後再把它給裝回去 再用新的樣子把它裝回去 它原來的這個規格的樣子 把它保留下來就好了 舊的料子就不要了 那但是幾個不同的討論之後 我們還是決定就是把它原原本本的東西 盡可能地把它給保留下來 那這個是它的這個修復流程 修化芯 然後把這個料子把它補 重新的補回去 然後它的結構上的問題 想辦法把它做一些調整跟解決 那再把它給重新的拼回去 這個是修復前後的樣子 那因為我們要把它的這個拼裝的 組裝的這個形式留下來 那以至於我們才會再去發現到就是說 在當時我一直覺得這個拼裝的方式 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方式 對於在日治時期來講 那有時候它就會是一個孤立 有時候它其實就不是 那這張作品其實很大 也是台北市立美術館盧雲生的這個作品 它其實很大 我們原本以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這個框 那後來在拆的時候才發現 其實它也不是一個大框 它也是裡面的這個木頭格子的打完之後 把作品貼附上去之後 外面的這四條木框 其實是四個木框釘上去的 這個跟剛剛的台北工會堂的 這個裝飾化的這個作法又一樣 所以這裡就是再跟各位強調一次 就是我們把這些舊的這些形式材料 技法都留下來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去認識 那個時代的一些做法 是重要的一些訊息 是重要的一些訊息 像這個是鹿港鎮紅油的書法 它帶來的時候 它也是跟我講說 這個已經破成這個樣子了 那它只要修這個劃心就好了 那我就跟它講說 你讓我處理 我有辦法幫你把它給修回去 所以這個就是修復前後的一個比對 這個就是一個比對圖 那這個也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一個客家祖先排位 客家人會在除夕開始拜祖先 拜到元宵 十五號 那他們會帶這個去掃墓 會把這些歷代的這些祖宗的名號牌位 帶到墳墓上去祭祖 那它來的時候也是跟我講說 這個已經都壞成這樣子了 你就把它給挖下來就好了 那重要的當然是這個部分 可是這一張紙其實很漂亮 這張紙真的很漂亮 那我也是一樣就是跟它講說 你讓我修 我就有辦法幫你把它給修回去 這個是它修起來的結果 這個是修復比對圖 那這個是日治時期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人物 那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就是在國民政府要來台灣之前 它也曾經先到中國大陸去 就是做了一些台灣光復的一些活動的 一些接洽 所以它對於當時的跟林憲堂 他們一起去了 對 所以它在它的整批作品 是寄放給了清華大學的圖書館 那所以因為它有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當時候的這些國民政府來台的時候 一些重要的這些人物 像梁寒超或者是俞宥任的書法 它就有留下來 那很有趣的就是說 俞宥任、梁寒超的這些書法 其實都在剛到台灣來的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它還是繼續沿用了台灣當時流行的這種 柔紙裝表的形式 那這個形式要等到慢慢的 比較穩定之後 它就這個形式漸漸的就會被 以書桌裝表為主的中國裝表形式給取代過去 那這個是俞宥任送給葉隆忠的書法作品 它破的其實還蠻厲害的 它這整個碎裂掉了 那很多時候我就問過這個收藏單位 我說如果碎裂到這個樣子 我們把它切掉 然後把它換新的 好像說得過去嘛 碎裂掉這麼嚴重 可是修復是應該要有這個能力 把它給好好的保存下來 做好它 那這個情形你把它前後切割掉 基本上也不是問題 好 那這個就是修復前後比對的樣子 修復前修復後 這也是修復前後比對的樣子 好 那在國民政府剛簽 波簽來台的時候 其實很多重要的這些名人的書畫字跡 都還是用著當時候台灣流行的 這種紙裝表的方式在做裝表 這個包括了像張光斌先生的這個作品 那這個也是用這種紙裝表的形式來處理 但是到了1964年 1964年附身的一個紙裝表作品 1964年其實已經來 1949年到1964年已經也十幾年 快二十年的時間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比較大的一個 不同的地方出現了 那在這個也是紙裝表 可是形式上面的選擇 跟剛剛所看到的那一種 所謂的這個明朝 日本的這個明朝樣式的 這個一整條的 然後有一個小的緊牙的這個做法 它不太一樣 形式上也不一樣 雖然都是紙來做裝表 可是選的 這邊選的是撒金紙 那這個是比較 在中國的裝表裡面 比較會去用的這個紙張 是這種撒金 而不是像日治時期在台灣流行的這種 非常多各種不同樣式的加工紙張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 其實哪怕是用紙裝表 但是它整個的形式 跟選用的料子 已經跟在日治時期 已產生了非常大的一個不同了 那這個不同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當然就是文化主權的這個問題 文化主權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 那這個時候主導權 那這個問題 那以這一批 以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這個 這個紙化裝表形式 為代表 代表這個中國傳統的這個樣式 在台灣透過的這些 就是學校教育 像剛剛看到的這個 傅森先生的這個作品 像四大美術系 那四大美術系周邊的這些裝表店 他們其實都是開始做這種中國式樣的 中國式樣的這個裝表形式 那原本的這個日治時期的那種紙裝表的形式 就漸漸的就不見了 那這個是葉蓉中的收藏 那在這裡給各位看的是幾種不同的紙張 給各位可以欣賞一下這個紙 真的是很漂亮的這個柔紙的一個形式 顏色也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也是柔紙的形式 這個也是 那這個就是剛剛給各位說的 這個一條一條的這個 牽通的這個樣式 這個是印刷的紙張 那這些東西的這個流行 其實我再跟各位回顧一下 就是它就是透過了這種 學校的這個教育的這個推廣 這個書畫展覽會的這個推廣裡頭做 那陳崇光的那個十歲的這個書法作品 它才會裝表在這樣子的一個形式裡頭 那個是背後有這個教育的 學校的這個力量在推動這件事情 或者是像台灣人家庭政廳改善運動的時候 所要使用的這些掛軸的這個案例 這是一個政治的 或者是一個宗教的一個力量 所以台灣其實是一個很多元的一個地方 它當然也受過日本的影響 它也有受到中國的影響 所以當我們在討論台灣裝表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重要的這個時間點 一個是1895年日治時期開始的這個裝表 其實它累積了相當多的這個地方美感經驗 然後到了1945年之後 渡海來臺的這個中國傳統的這個影響 它其實做了幾個有這樣子的一個區隔 那這麼大的一個變動在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案例在台灣 因為台灣其實真的很小 可是它在前後50年的這個過程裡面 它其實從1895年 它變成了日本的殖民 當然50年之後 它又馬上又變成了中國的政權 到了這邊來 所以這個那麼短 那麼小的地方 那麼短的時間裡面要有這麼大的一個變動 其實是在整個歷史的這個長流裡面來看 其實是很少的一個事情 那我自己開始是從94年學這個東亞 那在理解台灣的這個特色之前 其實我一直希望能夠去有一個對整個東亞的這個變化的一個概念下來理解台灣 那96年台灣開始 開始由文建會公部門的這樣子的一個角色來推動文物保存修復這個活動 那97年我第一次回到台灣來 那個時候我已經到在日本了 我94年去 97年我帶著日本的師傅來台灣開研討會的時候 我帶著這些日本師傅到鹿港文物館去看東西的時候 才第一次知道看到什麼是柔子 因為這些日本的師傅在鹿港文物館裡面看到柔子的東西 他們也很驚訝說台灣有這個東西 那其實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就是以跟台灣的這個書畫作品那麼密切的這一些裝表形式 它其實在台灣存留了50年的這個時間 但是我們很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從2006年回到台灣來之後 其實我自己個人沒有收藏 我只有唯一的一件收藏 就是我買了一個鄭紅油的書法作品 而這個是日治時期原原本本留下來的一個東西 它是作為我個人研究用的一個樣本 就是這一張 這個是一個紙裝表的作品 那這個紙裝表的作品 也就是各位可以在陳崇光的這個書法作品上面看到 也可以在陳成波的收藏的 這個高雄 帝國艦隊林高雄的這個作品上面看到的形式 那在2014年的這個春天的時候 鹿港公會堂 它舉辦了一個鹿港全嫌書法展 在這裡面 各位看 這個跟我買到的東西 因為鄭紅油是鹿港人 那這裡面就有非常多紙裝表的東西 非常多紙裝表的東西 那壞到已經都列到這個程度 他還是把它給貼起來 他其實這個 這真的是可以再好好的把它整理一下 他還是可以回到原來的樣子去 那這一張的這個裝表形式和料子 跟我買到的這一張是完全一樣的 就這一張是完全一樣的 從章節的tons裡面 其實我們一直要問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臺灣能不能有臺灣裝表 那臺灣裝表 那到底有沒有臺灣裝表 或者是說我們能不能有臺灣裝表 那這個是我一直在想要去整理 也是一直在問我自己的一個事情 那當然這個部分 並不是材料科學 或者是一些 這些儀器檢測的這個數據 它就能夠充分的一個文化議題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 要有這個企圖要去整理臺灣裝表 要去理解臺灣裝表 然後我們要從修復師的這個角度 會希望能夠盡可能的 把這些裝表的形式 能夠留存下來的 能夠盡量的留存下來 然後透過一些比較 然後賦予它更多的這個意義出來 我們停一下好嗎